到傳統市場採買肉品 但國內豬價和雞價持續在高檔 毛豬手穩天花板價 每公斤九十元以上 白肉雞價更是一路走高 來到美臺金三十八元 有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量也是少 糧食這個出口的港口 烘燒了 所以現在實在是有很多的位置因素 如果飼料的價格繼續往上的話 那可能單價還是會往上 因為最近的那個大宗 就是原料的這個部分 其實價格是往上 產量少加上飼料成本 因為運費增加而提高 食品大廠估計要到中秋過後 供應量和價格才會慢慢回穩 但糧食供應危機不止臺灣 受到二物戰爭影響 全球小麥價格直指標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小麥期貨走揚 九月上漲百分之三點九 來到美英斗六點五七五零美元 目前印度正在考慮降低 或取消百分之四十的小麥進口稅 就為了壓低價格 而另一邊 中國糧食生產更是屋漏偏逢 連夜雨 中國多處遭到洪災重創 其中不乏名列前茅的產量大省 像是與法國加拿大糧食總產量相當的河南和山東 以及糧食產量超過泰國的江西安徽兩省 恐怕都會對國際市場造成衝擊 全球糧食危機千億法動全身 三零星與宋記框 李孟山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